今天我们拆毁了两套 好空调隔离罩 掌握核心科技的多联机主机 我们来拆开看看它的核心部件 马上拆开了 电机是凯方的 多联机的主机还是复杂一点 上面这个是厨油罐 看看下面的压缩机心有一点凉凉的 只能默默的说一声 隔离米的都需要努力 美国佬有伪创力 我们有珠海隔离 历历皆辛苦 隔离单凭着组装的实力 在珠海能排到第一位 在很久之前就想吐槽隔离空调了 这质量十分之好 当消费者打脸再次买空调的时候 拆开一看 压缩机居然是 根据产业在线数据 隔离的家用空调 产销量自从在1995年开始 连续24年 稳居中国空调行业第一位 自2005年起 连续14年零跑全球 今年的3月 隔离在京湾区平沙镇 兴建了158万平方米的 隔离电器珠海高栏港产业园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150亿 建成之后预计可以年产值181亿 那么隔离凭什么这么牛逼呢 说起珠海国资委直属企业 那隔离必须是大哥 隔离成立于1985年 2021年依旧是珠海市 规模实力双强的企业 包括工业 房地产和石化三大行业板块 然后它旗下是有 隔离和罗西尼两大商标 2007年罗西尼出走 那么问题来了 隔离地产和隔离电器 是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都认为 他们两个是同属一家 但是其实他们就像唐兄弟一样 是同属于隔离集团 但是这个隔离集团 只持有隔离电器的3%的股权 而高领资本才是隔离的最大股东 而隔离地产 是隔离集团的一个投资项目 隔离地产 是在2014年发布公告称 珠海市国资委将无偿转让隔离集团 持有的隔离地产51.94%的股权 到新设立的国资改革重组平台公司 股权怎样之后 隔离地产可以说是正式脱离了隔离集团 形成以珠海市国资委为大头的独立平台公司 隔离集团为参股关系 从2012年5月 董明珠开始担任隔离集团的董事长一职 但是在她的管理下 隔离集团更侧重于电器板块的发展 导致隔离地产在2012年到2014年的营业收入 高峰期也才突破20亿 而隔离电器的连营收在2012年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 网传董小姐曾经接受采访时说到 房地产赚钱太快了 而隔离要走的是专业化道路 绝不做任何的投机生意 我要做手机是分分钟钟的事情太容易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非常容易 然后如果你做一个手机你能超越小米吗 一定会 我有7000多个技术人员 有6个研究院 我今年又成立了一个研究院 今天我敢大胆地说 我的手机世界上第一 直到2016年底 董明珠现任了隔离集团的董事长 担任隔离电器董事长 隔离地产始终不守董小姐的待见 但是在2014年另立门户之后 连营收明显豪转起来 如今的隔离电器和隔离地产 可以说是同中同园 却又是各式其职 但是随便一位都是来自珠海国内的行业龙头 现在发现了董小姐算是一个语言大师了 但是有时候说话一时爽 不给自己留余地 比如说5月26号 董小姐就说了 给你无论在什么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绝不会裁员 听到大家都热水沸腾了 而她的老对手 美帝其实挑战蛮大的 有前言说美帝要裁员50% 以至于美帝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董事长范红波来解释 这是一个只虚无有的事件 有趣的是一个东西叫做财报 财报就像一本会打脸的书 简称脸书 从里面就能看出很多的事实 据财经天下的报道 从隔离的财报来看 从2019年年末和2021年的年末的 这两个数据来看 隔离两年至少少了接近7000人 这7000人去哪里呢 是退休了吗 那一个陷入财源风波的美帝的员工 却在增加 特别是2021年 比2020年增加了16000人 而且董小姐说话是充满豪气的 记得她高兴的时候 曾经说过给隔离的每一个员工发一套房 但是没过多久又全出了很难落实 差点害死人了 本来打算生4台5台的员工 一下子就憋回去 他们发现一人一套房只是在梦中 单间的宿舍改成夫妻房 房租从120到500不等 又再过了一会儿 又传出员工什么住房公积金都没有交 颜色这个东西总是一把双刃剑 当她当年和雷军打赌吆喝的年代 正在慢慢过去 网民真的是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刚刚董小姐又出来说话了 她说隔离过去30年是被空调绑架了 要讲好电器隔离罩 而不是说好空调隔离罩 时间没有过几天 忍不住不说话的董小姐又在隔离股东大会上说 隔离手机不比苹果手机差 只要手稿学得好 谁家都能当第一 何况贴标这事专业几十年不是自吹的 她说比如跟苹果手机比信号 隔离手机肯定好 跟华卉手机比价格 隔离手机肯定有优惠 从1915年开始 隔离就高调宣布进军智能手机行业 声称还要做出质量最好的手机 但是手机好不好 销量是最直观的 进入手机行业的这些年来 隔离主推的那几代手机销量都很低迷 还多次传出内部员工购买和奖品 成为了主要的销售途径 根据可靠消息称 内销要买到的话要3000块 不过董小姐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败 我说我的手机没有在市场上卖过 怎么可以说我失败呢 其实抛开隔离对于现在的国产手机来说 辉煌了十年之后 今年很可能是最难过的一年 信同样数据显示 今年的1月到4月份 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了30% 另外巢店支库预计 国产手机成品库存大约2000万台 半成品和核心部件的库存超过了1000万台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换手机呢 有人说手机价格越来越贵 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降低了 但是只是价格上的问题吗 反观苹果手机的销量不减反正 高端市场份额都吃撑了 我们必须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 所以研究问题出在哪里 国产手机厂商们还能把卖不动的手机原因 归进到消费者身上吗 苹果拥有自主研发的设计芯片和iOS的系统 请问哪一家能够超越 在退潮的意识里面 只有硬实力才是硬道理 所以少说嘴炮 国产手机认重而道远 支持国产手机的我 刚买了各种颜色的苹果13 其实是无端